控制就可以了 沒錯沒錯 就是這個打開 就照這樣設定就好了 打開軟體之後 然後我們先確認 確認這個,然後 參數列表先叫出來,點兩下叫出來 拖到最下面去 然後讀取所有參數 然後讀取所有參數 就這個,重點是在這個啦 PAS3 三個都是來自控制器一樣 這個 這個 這個同自動應打都有打 然後你的 PAS6都設成1001代表都是來自 軸一 所以說我的 當我這個行程規劃的時候 當我server 之後我的 這個 這個 MD1 軸一跟軸二都會一起測 啊,這 沒差 所以我想知道,然後我這邊要正轉 我按正轉 他就會動 兩周都會動,然後反轉也是一樣 不清楚 不清楚 然後在這個 這個話就是,但是當我server 如果 如果跟軸二的話,因為我現在命令來源都軸一嘛 所以我再怎麼按 他都不會轉 他都不會轉 你要改成軸一他才會轉 行 他會不會轉 我們去那一邊 我們要改成軸了 ,它會不會轉 不會轉 甚至 啦 買